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日每次节目都讲潜力股 今天潜力股要讲中信证券 为何要解释中信证券?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内地A股的表现做得不错 所以你会看到融资或融卷方面 都是升上去 内地的气氛很转 大家也会投资这股 对于中信证券、内地券商来说 当然是一个利好消息 第二个消息就是 如果你多一些中概股来香港上去 其实也是对中信证券利好 所以如果你问现阶段还有什么股 可以留意一下 我又觉得内地的券商股 其实又不妨可以抢一抢 所以你看到近期来说 不少股价走光 都是在下面 其实可以试一试去捉一捉底 看看有没有机会 上去看近期的一些高位 所以策略方面 大家想抢的话 不妨去现水平去抢它 上去看到哪 上去看一看 看看有没有机会 上去到21.65 这些水平 在下 我觉得看着两个位 第一个位置是79元 如果你真的想着很短线 很短线 风险承受能力不是那么高 那79元便走了 因为不是很远 你现在也要20元 你风险承受能力强的话 之前有低位 18.12元 其实这个位置是正老一点的 18.12元便走了 但其实很明显就是一个位置 是走的 18元几 这些失去的话 怎样都要走 短期 你怕它 原来都是回稳 还有又怕指数 上定指数 会不会 其实都是要受 这个港股拖累 要偏远一点点呢 有这样的忧虑 也都未尝不可 而且它始终在香港上 这些点又不能忽视 你风险承受能力比较低的话 或者你不想去等的话 那你就19元 做一个止损 这一类型的股 我觉得这些券商股 又可以去抠下 但是你 注码控制又好些了 我又不要觉得这些 放得太重 这始终是什么呢 它是比较跟着 A股的走向 因为如果你A股 万一 去这些位置 它都很似的 你借030 它就去到这些水平 上落 这些 range 现在就看破不破 如果你上证去向上 破这些位置的时候 这些内地券商股 我相信 其实有机会 就会做好些 向上 破一些高位 其实机会都大 所以你除了看 它本身的股价走势之外 你看看上证指数 如果它真的要做回来的表现 能不能够继续持续 慢慢慢慢 其实它可以拒绝上去 你看看它这样 如果它真的年底 它真的跟你去挂准 或者它真的不要 特别去做些什么 更大的一些 不利的一些政策出来的话 它其实也不是太差 所以券商股是 其中一个sector 它可以去抠下 但是不要太贪心 你上到去 这些不是说 它一拨上去就穿那些股份 要看A股是怎样的 第一个位置 先看21个嵺这些水平